在嘉義這邊淹水的狀況是很嚴重的 這個水勢一直到今天午後才逐漸退去 而居民看到滿地的災損 還有即將可以收成的巴勒跟木瓜 全部都泡湯 他們也叫苦連天 只希望未來補助的時候 可以從寬辦理 只不過這次的水患 是35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那是不是也等於說 巴掌溪的整治出現了問題 縣長翁張良在巡視之後 他也說接下來就要來檢討 這些淹水區是不是要來加高防洪的措施 他也認為水利單位 應該要檢討這樣的問題 而今天行政院長卓榮泰也說了 水利將會列為最優先的工作 這兩三天就降下一年來的降雨量 農損算下來 已經高達了五億六千多萬 宛如黃河上的瀑布 黃水從四面八方宣洩而來 台米颱風降下破紀錄的雨量 讓巴掌溪水量暴漲 再加上恰恰碰上年度大潮 加以巴掌溪水量迅速滿出河床 從二十四號深夜延岸一堤 從天黑到日出黃水流泳漲 得到水勢兇猛速度快得驚人 加以縣巴掌溪沿岸鄉鎮村落 一世間變成了汪洋 早就準備就緒的抽水機 就像擺設一般毫無用武之地 趁著雨勢稍微緩和 淹水退去 家園一地凝凝 家具電器泡湯的居民 趕緊動手清理 而果農也忙著出門巡視果園 今年的收成一場颱風侵襲 全都付諸流水 來年的生計該怎麼辦 靠天吃飯的農民果民心好痛好痛 家醫縣內所有災民只希望 短時間內補助能從寬判定 盡早發放 讓他們有重新加園的本錢 當然巴掌溪的整治數據 也是刻不容緩 畢竟上回淹大水是1989年 從此加高提防 如今35年後怎麼重新預防水患 中央相關單位和嘉義縣府 得通力合作 盡早找出解決方案 華視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盈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